人生苦短 還是把時間劃在 我們比較快樂正面的事情上 發現承包後蛻變人生 生命鬥士李承軒說 我們會更珍惜這個人生 大家好,我叫李承軒 也可以叫我阿金 我目前是做健身教練 我那時候以為我們以為是煙火是特效 那時候是特別活動 在下一秒就是眼前就一片的火海 整個都紅了這樣 就像海浪這樣 直接撲到我身上來 受不了他 真的太燒了這樣 我就泡下去然後泡在水裡 我們就看著上面的月亮 然後那時候就辛苦 那時候真的去想說這應該是幻覺吧 當下我知道我腳是比較嚴重的 而且也是需要直皮 所以我們每天醒過來 就是先看一下腳在不在 先確保他還健在心 就要先放一口氣這樣 從鬼門關爬回還好幾次 那真的是太痛了 痛一點叫力就要美了 床端起來都是血 皮在長出來的時候都是超癢 那時候我跟他吃安眠藥才睡得著 但李承軒沒有被疼痛打倒 靠著意志力挺過黑暗期 一個多月就出院 後來還參加21公里 半程馬拉松 這次意外也讓他重新思考人生 所以這三年我覺得最大的成績 就是我開始加快我的腳步 包括從俱樂部跳出來做自由教育這部分 經歷自己的運動的 把這個看成一個事業 用力嗎 用力嗎 用力 用力 起來 我收到很多人幫助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可以恢復得這麼好 我也希望我可以回饋我自己的能力 幫助其他人 我覺得是應該用我最擅長的 運動這一塊去幫助到我們去 我想傳遞一些正面的能量 報導 蘋果環境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世足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台灣蘋果日報APP 來吧